哈喽姐妹们 今天咱们就来画这个 十分钟就可以搞定的出门妆 妆前保湿已经做完了 冬天我没有跟我一样 特别容易卡粉的姐妹 然后今天用Zalens粉的液 这个真的干皮疯狂喜欢 这种滋润又轻薄的底妆质感 奶霜的质地 滋润度真的肉眼可见 又手动的烧好底妆 粉扑这样垂直的拍开 就很服贴 也不会卡粉啥的 就是这种自然带点光泽感的奶油肌妆 小时候妆面看着就很轻薄干净 冬天太喜欢这种奶油肌的妆干了 如果没有明显的瑕疵 都可以忽略这一步 定妆用的是NAS的蜜粉饼 今天就想要这种清透的底妆 眉毛画之前先给它梳一梳 还是用这个眉粉这两个颜色 先补一下眉毛的空隙 一般化妆不管多着急 我都是要修鼻子的 因为我这鼻子真的挺塌的 顺便用修容跟眼窝打个底就行 来睫毛夹翘 眼妆就是突出睫毛 睫毛有点存在感就行 睫毛膏刷一下 红色的睫毛膏 看着就比黑色的睫毛膏 就是自然 然后咱们再画一个卧餐 趁它没有干 赶紧晕一下 下手中了 腮红咱们今天用这一块 就是挺元气的 鼻头和下巴都可以来一点 口红今天用千丽的这个101 反正不知道涂啥的时候 我就会涂这个颜色 那今天这个快速的出门妆就完成了